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变化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日本面临的超强台风、珊珊 这场灾难正朝着九州地区逼近 风速高达每小时180公里 并引发了当地交通的全面瘫痪 超过200个航班被迫取消 学校和企业也相继停课停工 居民们在为强风和暴雨做准备 沙带和木板成为了他们的防御武器 然而,这场台风的威力不仅陷于风雨 暴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也造成了人员失踪 救援工作艰难进行 气象专家们警告 台风的影响可能更加严重 当地政府和自卫队已经启动了紧急应变计划 随时准备协助救援和疏散 然而,在这场自然灾害的考验中 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民的团结和兼任 志愿者们自发组织起来 共同抗击这场挑战 不过,这一切的挑战并未结束 大家需要时刻关注最新的天气动态 保持警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超强台风山山逼近九州 于200航班取消 居民紧急避难 引言灾难前的宁静 当超强台风山山逼近日本九州地区时 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 正巧然来到打破了夏日的宁静 气象厅发出的警报如同警钟敲响了整个鹿尔岛和宫崎的上空 居民们紧张地准备应对这场风暴 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最后的准备 台风来袭 风速与暴雨 根据气象厅官员山本物史 在周三28日的记者会上透露 台风山山预计将在周四登陆九州南部 风速已达到每小时180公里 成为今年最强的台风之一 山本物史强调 这次台风不仅会带来强风 还可能引发巨浪和暴雨 对当地造成严重威胁 爱之县蒲骏市 在过去48小时内 路得超过300毫米的降雨量 打破了8月的平均降雨记录 已经引发了山泥倾泻 掩埋了多处房屋 交通瘫痪与生活受困 随着台风的逼近 九州地区的交通系统 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超过200个航班被取消 铁路服务也大幅度减少 日本航空公司取消了110个国内航班 和6个国际航班 全日空航空公司 从今天到后天 取消了80个日本国内航班 许多学校和企业 宣布停课停工 商店和超市的货架上 也被抢购一空 交集等待的旅客 挤满了机场大厅 一位来自东京的旅客 田中无奈地表示 我原本计划去路尔岛出差 现在只能在机场等待 希望台风能尽快过去 紧急应对 与社区互助 在路尔岛市 居民们纷纷在家门口堆起沙带 以防止洪水涌入 宫崎市的居民 则忙着加固窗户和屋顶 防止墙风带来的破坏 一位名叫田中健二的居民表示 我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台风 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都被安置在安全的地方 而我和其他年轻人 则留在家中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在宫崎县 农民们也在紧急收割农作物 特别是那些即将成熟的稻谷和蔬菜 以减少损失 农副佐藤美质子说 我们已经尽力了 希望台风不会带来太大的破坏 政府应急与国际援助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 日本政府和地方当局 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 首相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 指示各部门全力应对这场风暴 自卫队也被派往受灾地区 协助进行救援和疏散工作 防灾部门加强了对河流和水库的监控 确保不会发生溃堤事故 电力公司也在加紧检查电力设施 防止因台风导致的大规模停电 国外影响与紧密关注 在过去几天里 台风山山在菲律宾和台湾地区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菲律宾北部多个省份 遭受了洪水和泥石流袭击 数千人被迫撤离家园 台湾地区也经历了强风和暴雨 部分地区出现了停电和交通中断的情况 这次台风不仅仅是日本的问题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气象专家的警告 气象专家指出 台风山山的路径和强度都非常罕见 提醒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专家建议除了准备足够的食品和水外 还要确保手机和其他通讯设备充满电 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保持联系 气象厅警告 台风山山将带来强风和暴雨 可能引发山洪 泥石流和海浪等灾害 救援进行时 由于台风带来的暴雨 引发山泥倾泻 中部地区的一个小村庄 发生了严重的山泥倾泻 导致三人失踪 救援队伍正在紧张地进行搜救工作 但由于天气恶劣 救援进展缓慢 路尔岛县和宫崎县的多个避难所已经设立 政府派遣的救援队伍随时待命 居民们也在超市和便利店 抢购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街道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一位名叫佐藤的居民表示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的台风 家里的窗户都贴上了胶带 希望能减少损害 志愿者与社区力量 尽管面临严峻的挑战 日本人民展现出了顽强的精神和团结的力量 许多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 帮助邻里和社区应对这场灾难 在路尔岛县的一些沿海地区 居民们已经开始用沙袋和木板加固房屋 防止海水倒灌 居民田中健二表示 他和其他年轻人则留在家中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佐藤美智子和他的邻居们也在忙着收割农作物 尽量减少损失 希望与恢复 在这场自然灾害面前 人们不仅看到了大自然的威力 也感受到了人类互助的温暖 尽管台风山山的来袭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普通民众 都在为应对这场自然灾害 做出最大的努力 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受灾地区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将损失降到最低 平安度过这次危机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日本九州地区的人们将继续展现出 他们的坚韧和勇气 共同面对这场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日本政府和人民 应该对台风山山 进行全面的应对和准备 从历史经验来看 台风可以造成 严重的财产和生命损失 2018年台风截笔袭击日本 造成数十人死亡 经济损失超过45亿美元 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如建立避难所 准备紧急物资 可以有效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楚天书 你说得有理 但你有没有想过台风的频繁来袭 与气候变化 密不可分 再多的沙袋 也挡不住海平面上升 和极端天气的频发 是不是该关注一下全球气候变化 减少碳排放 而不是年年堆沙袋 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不是每次都在台风来临前 手忙脚乱的应对 谢琪琪 你说的也没错 气候变化的确是个大问题 但我们不能指望今天减少碳排放 明天台风就会停止光顾 现实中 台风来了 我们就得面对 你也知道 东京大轰炸后 日本人民迅速重建家园 这种应急能力和韧性 是我们需要发扬的 我们可以一边处理眼前的紧急情况 一边进行长期的气候治理 楚天书 看来你是极战极决派的支持者呀 不过 像你这么乐观的人 是不是觉得地球另外一边的冰川融化 跟我们没啥关系 其实 长期的气候治理和短期的应急措施并不矛盾 就像在经济危机时 我们需要出台短期刺激政策 同时也需要结构性改革 你看过2012那部电影吗 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到时候就得做诺亚方舟了 谢奇奇 少看灾难片 多关注实际行动吧 诚然 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协作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本地应对措施的必要性 就像你在炒股 不可能只看长线 短线也要关注吧 况且 日本的防灾体系和自卫队的行动力 可是世界一流的 你知道吗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 短短几年内 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这种效率和决心 绝对值得我们借鉴 楚天说 你这话说的跟做金融投资似的 短线长线一个不辣 但你忽略了一个问题 即使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变成防灾达人 也无法抵挡未来 可能更加频繁和强烈的自然灾害 就像侏罗纪公园里的那句台词 生命找到出路 自然灾害也一样 我们应该未雨绸缪 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否则年年堆沙袋的日子 可就真成了常态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订阅